大家好,我是小猪,这是湖北的武汉 今天是日本核污水排入大海的第十天 我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武汉海鲜市场的一个现状 什么样子 看这边现在买海鲜的人多不多 生意好不好 我们大家跟他进去一起来看一下 我相信应该在一段时间 大家都知道日本将核污水排入大海 说实话 日本这次真的是特别的插火 特别的无耻 它不顾全人类,全社会,全国际的反对 硬是将这个核污水排入大海当中 这边的话是武汉其中的一个海鲜市场 也是武汉市市中心的一个海鲜市场 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卖虾子,卖螃蟹的 然后我这边有一个亲戚 也是在这边卖海鲜 我们大家跟他进去一起来 看一下他这边的生意好不好 看到没有,这边都是卖海鲜的 各种各样的海鲜 这边是应用尽用 看到没有什么甲鱼,鸡尾虾,螃蟹 等等很多 我有一个朋友在这边做这个生意 他说之前的话 每天像这个时间生意特别的好 自从日本河污水排入大海之后 他说现在这个生意是一落千丈 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很多老板就坐在这边 说实话坐在这边聊天 玩手机 生意很差 然后买的人也特别的少 就是可能个别过漏的 可能在这边买一点点 他之前这边生意特别的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各种各样的海鲜都有 甲鱼海鲜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哇塞 看到没有 这一条街全卖海鲜的 看到没有 三文鱼 鲍鱼 花螺 他说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生意 我这个朋友说的 他说很无奈 他说自从日本河污水排入大海之后 生意一落千丈 然后可能有的饭店 可能过来会买一点点 他说个别这个市民的 零售的特别的少 很少人在这边买 这是牛啊 看到没有 老板看了这么大的牛啊 他说之前生意特别的好 现在基本上看到没有 每个店门口都是老板坐在这边玩 没生意啊 特别的差啊 甲鱼 龙虾 螃蟹 不过说实话 现在在这边卖的海鲜也好 卖的水产也好 都是中国本土产的 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有人买呢 看到没有 这边是卖鱼的 老板在这边玩手机 看到没有 没什么生意 卖匣子啊 这么多都没什么生意 然后现在为什么没有这么多人买呢 是因为这个核污水排到大海之后啊 大家可能现在踢这个海鲜都比较怕啊 虽然说这些鱼啊 这些海鲜都是本产的 但是啊 现在感觉很少人吃海鲜的 吃这个水产品了 可能我想了过一段时间 可能会慢慢好一点 刚开始 大家可能是对这个海鲜呢 这两个字也是可能 比较怕吧 说实话 也就受这个日本核污水的影响 看到没有 鳝鱼 各种各样的鳝鱼 这么多东西啊 就是没生意 之前的话 他说每天这些东西都可以卖光的 现在他每天愁死了 因为这些海鲜呢 这些活的东西啊 如果说当天不卖地的话 可能都会死掉啊 真的是欲苦无泪啊 朋友们看一下 各种各样的 鸡尾虾呀 牛蛙呀 然后甲鱼呀 各种各样的海鲜鲍鱼呀 看到没有 什么都有 这个店里面这个老师傅在买啊 说实话 现在真的是买这些东西的人很少啊 虽然这些都是本产的 说实话都受影响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菜市场 买菜的人还是挺多的啊 感觉现在人家都吃这个蔬菜了 都不吃这个海鲜了啊 说实话 确实受日本这个影响啊 小猪在这里想说 其实现在我们国内卖这些海鲜呢 都是我们本国自己产的这些东西啊 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啊 因为啊 日本河河水排海的当天呢 我们中国的海关都已经啊 拒绝了和日本这个水产品的一些往来啊 所以说现在国内这些水产品呢 这些海鲜都是我们国内本土产的 所以说大家不要怕 可以放心的吃 因为如果说不是合格的话 也不可能会在这边卖啊 可能大家可能一时半会儿 可能还接受不了 我相信过点时间的话 大家可能都敢吃这个海鲜 吃这些鱼了 说实话 现在看到没有 都吃青菜 吃蔬菜了 其实这里有点好 大家可能有这么多给我 的海鲜 就是这个海鲜 这种海鲜 就是这种海鲜 就是这个海鲜